装满饭菜的便当 摆放整齐 接着挖起一大匙刮载肉 铺在白饭上 马上就可以出餐 这四菜一肉的便当 竟然只要60元 客人一味接一味 冯新便当就在 桃圆市警察局三楼的员工餐厅 至今已有43年历史 便当销锅短碗 甚至吸引隔壁市府员工团购 100多份便当 往往不到11点半就卖光 没限预定根本迟不到 但近日却传出将在7月1号席登 消息一出让大家都感到不舍 歇业原因是任职15年的 无姓主厨身体大不如前 加上借零退休 无法继续长出 市警局主秘张龙欣将召集开会 讨论替代方案 也你要继续广发英雄铁针 主厨或是委外办理 一百多 我们没有对外营业 因为除了自工以外 我们就没有对外营业 同伴架飘香将持不到了 员工餐厅能否继续飘香 得看市警局的决策方向 民事新闻周炳宇导院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